的确看到了慈濟志工在海地震災 发放物资的情况 真的是要卑制双聚 尤其看到当地装着香鸡饭的餐具 都是保利笼 于是志工是准备了300个钢碗 希望在还没有恢复完全秩序之前 不要在灾区制造垃圾 慈濟援助海地的红豆香鸡饭 让许多灾民温饱了肚子 但是使用的保利笼餐具却污染环境 美国的慈濟志工就发挥智慧 来到市区仔细比较采购 最后买了300个环保钢碗 将发送给灾民 我们又要顾到大地的环保 又要去引导他们向环保的观念 又要救他们的进去 这实在是很吃重 不过菩萨不怕麻烦 不怕辛苦 不怕承担 大家也都花大心 不只是独善其身的 也要好好的 顾天下之家 而付出发心的菩萨也年年增加 来自29个国家即将受证的培训之工 也都陆续回到台湾 台湾的慈激之工也加紧准备 希望给海外的家人一个舒适的环境 受证才是菩萨型的开头 总是很期待大家 有这样的心灵准备 走入人群去 拔除苦难众生 而且要把华带进了众生的生命中去 所以叫做苦记拔影 复为说华 不是就一次 是长期 总而言之呢 这种人间华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要身体力行 提前赶工的 还有这一个个的付贿红包 此机之工部分男女老少都分工合作 不论是宇宙大绝者 或者是绑着红包的金线 统统手工制作 希望用满满的爱 给拿到红包的家人最深的祝福 大家新闻杨洁亭 刘洪志 花联报导 请不吝点赞工